好 現在都看得到螢幕了嘛 好 那我們就是 上個禮拜我們教知識相當機嘛 然後我們發現我們的知識相當機 現在還非常的有缺陷 不但他只能做線性的運算以外 最重要的事情 是他還沒有辦法做這個 他還只能夠面對完美分割的問題嘛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問題很嚴重 那我們要解決他的方法 我們需要先教大家一個新的東西 叫軟邊界的知識相當機 也就是在之前啊 我們對support vector machine 的介紹的時候 這是我們的原始求解問題嘛 對不對 我們後來把它換成隊友問題了 大家可能有印象了 就是隊友問題長的這個樣子 原始求解問題我們發現 所有的 Y乘上 就是他的這個離線的這個距離 我們都必須大於等於1 所以這就是完美分割的狀況了 對不對 這樣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好 那這個問題 這個原始求解問題 通過一系列的推導 我們得到了這個 隊友問題 那這個隊友問題 我們可以只求 拉格朗日常 乘數 那得到拉格朗日乘數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其他WB通都求到了 好 可是問題並沒有解決 就是這個條件 並沒有被解開嘛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現在的問題是 Support Vector Machine 他的要求其實是太過嚴格了 真實世界不會有這樣的狀況 所以說我們 需要用到一個條件參數 就是 就是我們在那個上 上禮拜用套件的時候 有個參數叫COST 這個COST 說明的是違反 違反這個市值 他要付出的代價有多大 如果我們設了一個很大很大的數字 那就代表完全不能違反 如果我們設的數字很小 就代表 你違反了也沒有什麼關係 好 所以我們現在來修正一下這個市值 讓我們的支持下降機 可以接受部分有一些點違反 好不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好 我們現在改成兩個 我們把剛剛那個市值做一個修正 好 我們 for correct sample 有一些sample是correct 就是 他可以被完美分割的 那他可以被完美分割的這個 柿子 那他當然就是可以滿足這個 滿足上面原始式嘛對不對 好 可是 有某一些sample 他不能被分割 我們現在用這個符號 我們把它當作是一個代價 這個代價就是 他違反了多少 他違反了多嚴重的代價 這個多嚴重的代價 顯然跟他的距離有關啊 這樣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好那 對於 這個市值滿足的前提之下 我除了要最小化這個市值以外 我還想要最小化 incorrect sample的這個代價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個代價怎麼算我們等一下再來想 好不好 但是這個市值我們可以同意吧 我現在再給大家看一下上個市值長 所有的市值我們都必須滿足這個代價 那我們現在把點分成兩個 把樣本分成兩種 一種是correct sample 一種是incorrect sample for incorrect sample 我們要minimize 他的這個代價的累加 這樣可以吧 那correct sample就直接求解就好了 所以我們其實是最小化這個加這個 這樣可以理解 好可是 最小化這個加這個 那 你直接加起來好嗎 欸不太好 所以我們給個權重 所以我們變成minimize 這個加上c倍的這個東西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這樣我們就可以把上下兩次加起來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上下兩次就可以加起來了 上下兩次加起來 這個c就是套件中的那個參數cost 這個數字越大 你當然可以想像他對這個東西就越重視對不對 就越不能有sample去違反這個規定 這樣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那如果這個c是0 那這規定有跟沒有一樣 那所以大家都會去違反他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c這個數字就是 cost這個參數就是這裡的c 好那我要怎麼把上下兩次合併呢 對於correct sample來講 他的這個代價是多少 是0對不對 對於這樣的correct sample來講 他的代價就是0嘛 他不用負任何代價 所以y就等於 y乘以wx加b 就大於等於1就好了 大於等於1 反正這個有時候他會是0嘛 對於correct sample來講 他這個數字可以是0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對於incorrect sample咧 那這個數字就鐵定不是0了嘛 就是他如果是2 那其實他會大於等於-1 他就違反了 他就錯誤分類了 但是他違反了-1 他違反了2 這樣的狀況嘛 對不對 那所以我們現在條件變成這個樣子 把上式整理成下式 這叫軟邊界的support vacuum machine 這樣有問題嗎 我再給大家看一下差別在哪裡 差別在於我把這一條式子整合進來之後 我要對這個條件做一些修正 這個條件它1減掉這個代價 他只要大於等於1減掉這個代價 那這個代價必然要大於等於0 這個代價最小最小就是0 他不可以 他不可以再更小了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我的式子變成了這個式子 這樣有問題嗎 好有沒有人對軟邊界的support vacuum machine的原式有問題的 好大家都沒有吧 這個應該是很容易理解吧 我現在都還沒開始解 我只是跟你講說 我定義把它定義成這個樣子 我等一下再來解 好不好 好這樣沒有問題吧 好 最後一件事情是 不是這個代價 這個代價它其實是一個未知數喔 這個代價這個未知數 它在目前來講 你每一個sample的代價多少 我不知道喔 這個有點像那個Lagrant的乘數 是每一個sample 它這個東西都不一樣 可是是多少我還不知道 因為它在求解式裡面 這樣可以了解吧 它在求解式裡面 所以我還真的不知道這個東西現在是多少 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喔 所以說 注意喔 這個真的是一個未知數喔 跟Lagrant的乘數一樣的未知數 每個sample都不一樣 這樣可以喔 好繼續我們來看 那你們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現在我們先理解一下 這個 Lagrant的乘數如果是0 代表什麼意思 Lagrant如果是0 代表是 它不是support vector 對不對 它如果大於0 就鐵定support vector 還記不記得上個禮拜 這個alpha 就是這一個 前面我們對我問題的時候 這個alpha 如果是大於0的 它就是support vector 如果是等於0的 它就必然是被完美分割 不用考慮的那些點 對不對 好 那這個數字 這個代價 它一樣要大於等於0 但是 如果說 它是等於0的 代表它可以被完美分割 對不對 因為它不用付出任何代價 原來線就可以去分割它了 如果它是大於0的 代表它要付出代價 好這樣可以了解吧 所以這兩個 未知數 它 如果 它寫出來的東西 如果是 有一些 就是有一些 這個 就是 它們意義有點不太一樣 好 那我們現在來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 這個代價 它 我們這個 參數C 它是要去 平衡這個 就是我在最小化這個 跟 與這個 代價累加 的這個參數 好 那所以C 如果越大 就代表 我越看重代價 這樣可以吧 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好 那現在我們 這個是我們上述的式子 這是我們上述的式子 剛剛我們解出來的那個式子嘛 對不對 我們定義的喔 我們把原式加上個代價 這是軟邊界的支持相當機 那我們 發現這個式子啊 它其實是沒有辦法解的 就是 跟二次規劃的那個式子 沒有辦法解 為什麼 因為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 是沒有辦法寫進二次規劃的那個方程式裡面 所以我們 沒有辦法直接解這個怎麼辦 那我們就來試著把它轉成 對我問題 看問題會不會被化解 好不好 好 怎麼把它轉成 對我問題欸 來 我們本來的參數 只有多一個Alpha 現在多了一個 代價跟Beta 多了兩個 然後這兩個在哪裡 來 我們看囉 我們這個式子 把它化解 這個我們上一節課 有教過了嘛 對不對 我們把下面這個代價 包裝 左右互換 那 這個東西 減掉 這個東西 它就一定是小一點於0的 對不對 在這裡 可以接受吧 在這裡 這一大包這樣可以吧 好 這一大包它要乘上Alpha 這個是拉格郎乘數嘛 對不對 拉格郎乘數 Alpha 這可以接受喔 這個就是 前面這一大包 是不是就是 我們上個禮拜 在換隊友問題的時候 慣用的伎倆 只是這裡稍微複雜了一點 對吧 好 那 前面這裡 就是直接放 前面這裡 這個就是上面這裡啦 所以這個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這個可以接受吧 好 那後面 我們 對於每個Sample來講 我們又要多一個拉格郎乘數 現在拉格郎乘數有兩個喔 一個Sample會有兩個 一個是Alpha 另外一個是Beta 這個Beta 就是Beta 因為它還有第二個條件 它還有第二個條件 這個第二個條件 我們把它移向之後 這個負的代價 就必然是小一點於0 對不對 那它就乘上Beta吧 那這次又有一個拉格郎乘數了 好 所以我們現在再來還原一下Alpha 跟Beta 這兩個拉格郎乘數它的意義 好 請問一下 這一個 我希望整個市值越小越好 對不對 所以這個 這個東西它必然 它 因為這個 它一定是大於 大於等於0 對不對 所以它等於0的時候 Beta是不是數字才會大 它等於0代表什麼意思 沒有付出代價 所以Beta等於0代表沒有付出代價 這樣可以吧 那Beta如果等於0的時候 代表什麼 代表它有付出代價 這樣可以了解吧 那它有付出代價就是沒有完美分割 好 那Alpha跟上個禮拜講完全一樣 所以我就不講 好 所以把這個市值 換成對我問題的這個市值 到這裡為止 有沒有人覺得很困難的 都沒有 真的大家都這麼容易接收 那我們就繼續推倒了 好 李俊衡你可以嘛 好 那我們上個禮拜 覺得我們新的市值就是去消除 消除條件嘛 對不對 好消除條件完了之後 我們同樣的兩個Lagran乘數 Alpha跟Beta 他必然是要 兩個Lagran乘數 必然是正數喔 注意一件事 這件事很重要 必然是正數 Lagran乘數 你在做這樣的化解的時候 一定它是要正數 那他們兩個的相成項 必然是負數啦 那我們求解是什麼 一樣 找到一組Alpha跟Beta 盡可能讓他最大化 盡可能讓Lagran乘數最大化的同時 找出一組 WB跟這個代價 讓他整體市值最小化 這是我們要求解的方法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跟上個禮拜非常非常像 只差在多了兩個位之數 多了一個代價的位之數 跟一個Beta的位之數 對吧 可以接受吧 好 那我們可以調換球解關係式 為什麼要調換 為什麼會成立 上禮拜我有講過了 對不對 這兩個問題 叫 隊友問題 它如果正式一點名稱 叫強隊友問題 總之 左式一定是大於點右式 左式一定是大於點右式 那我們要求的是最小值 所以我們求這個式子 答案會是一樣的 那換成這個式子 有什麼好處咧 我們來考一下好了 給大家一個加一分的機會 有沒有讓他舉手了 換右式有沒有 有什麼好處 我們優先給大學生啊 有沒有大學生要講話了 我們為什麼要爬左式換右式 周志誠你想講話是不是 你為什麼 你一直看著我 我以為你想講話 好吧 那 那個大學生不想加分 那我們那個 那底屈可能你講一下好了 我看一下你懂不懂 優勢比較好 優勢比較 怎麼樣的好算法 上禮拜幹了什麼事 為什麼我一定要換邊 好忘了 好 我再講一次 我就知道這邊 大家一定會混掉 為什麼 要這樣 因為WBETA跟這個 他是常數 他可以微分嘛 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沒有辦法微分 因為他有條件 他有條件我就不能對他微分 因為他的極值搞不好是複數啊 你懂我的意思吧 但是我如果把兩邊交換 這個的直語就是 就是隨便的嘛對不對 該是多少就是多少 所以我就可以對他們微分啊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說 我交換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這個 整個這個隊友室下來的時候 最重要的關鍵就是交換 因為一交換我就可以微分了 我就可以先求裡面 然後得到一些條件 然後再把整包 整包解完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 我現在可以微分了 那我現在就要微分了 這個 他全是長成這個樣子嘛 我只是把它展開而已喔 我只是把中間展開喔 我只是把中間展開喔 這個式子跟前面這個式子是完全一樣的喔 跟前面這個式子完全一樣的喔 跟前面這個式子完全一樣的喔 好那我現在 對他求 他求 B的微分 對他求B的微分 你會不會發現 跟B有關的在哪裡 只有這一項對不對 跟B有關的是不是只有這一項 跟B有關的 所以 對B求微分他多少 欸 這跟上個禮拜完全一樣的條件 對不對 可以接受吧 跟上個禮拜完全一樣的條件喔 好來 再對W求微分 你發現 跟W有關在哪裡 欸 在這裡 欸 這個條件好像上個禮拜也求到了 對不對 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發現怎麼 好像條件跟 有沒有加這個軟邊界條件 居然是一樣的 好難怪上個禮拜亂解通 答案會解出來 因為你要算的東西是一樣的啊 你們聽得懂我在講什麼嗎 我上個禮拜 求出隊友問題之後 我是不是亂搞一通 亂搞然後我去 把它用那種不可完美分割的 解出來居然可以解得出來 而且那個線畫得也不離譜 原來是因為事實是一樣的 好啦 我們再來 再看下面那個喔 可是它有第三個條件嘛 我要對這個東西求微分 那對這個東西求微分 就比較 就比較多項了啦 來看著喔 來 這邊是不是有個C C我要留下 對不對 C我要留下 C我要留下 C-α 加β 欸 這邊有個-β C-α-β等於0 這樣可以吧 三個四子球微分的結果 應該不會很難吧 你們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啊 你們以往都覺得微分非常非常困難 但是解支持相當機的時候 怎麼覺得 欸好像還蠻簡單的欸 好 所以我們的β跟我們W的導函數 跟之前的一模一樣 完全一樣嘛 所以我們當然 用之前直接運算可以得到 完全相同的結果 但是注意這件事情 我們得到的第三個等式 非常的特別 C-α-β等於0 這代表的意思是什麼 β其實我不用求欸 我求出α的那一瞬間 我就知道我的β是多少了 C-α就等於β 所以β我是不用求的欸 我剛剛雖然看起來好像要求兩組 拉格朗的乘數對不對 其實我不用求β 因為C是以支數嘛 C在哪裡給的 C是你設的啊 C是最前面我定的那個cost啊 我一開始不就指定了嗎 所以C是不用求的欸 所以α 是不是 我只要求α就可以了 β就被縮減掉了 第三式的重要性就出來了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繼續解我們的方程式 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要怎麼 要怎麼繼續解 好 那我們原式長這個樣子 對不對 那我們來一路化減啊 我們化減的目標是什麼 把W跟B啊 還有這個 這個討厭的這個代價 把全部都消光光 消到剩下那個 α 跟α有關的 αYX有關的 這樣子就會好解嘛 對不對 好看著來 原式長這個樣子 把他全部展開 變成這個樣子 這沒有問題吧 把他全部展開而已喔 我只是把他全部展開而已喔 這樣可以喔 展開了之後 來注意一件事情 我把跟代價有關的 跟代價有關的三項 把他整理起來 變成這個樣子 這樣沒有問題吧 這跟代價有關嗎 好嗎 然後 剩下我就一直往後擺就好了 那我剛剛是不是有解出一個條件 C-α-β等於0 這是我剛剛解出的條件嘛 誒 這項是不是漂亮的消掉了 可以接受吧 這項漂亮的消掉了 來繼續往下看 那同樣的 S-α-y等於0 這個我上個禮拜用過一模一樣的條件 所以後面這一項要消掉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再來 W等於S-α-yx 對吧 所以這一項就可以換成W了 誒 那不是解出來下面的式子 那跟上個禮拜一模一樣啊 你們有沒有發現 雖然推導很複雜 結果居然是完全一樣的 跟上個禮拜沒有不一樣喔 上個禮拜解到最後也是 也是這個樣子嘛 對不對 可以接受吧 上個禮拜我也是解成這樣啊 並沒有不同啊 對不對 好 我們驚訝的發現 原來 軟邊界支持相當機 跟硬邊界支持相當機 他的求解的結果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說上禮拜亂搞才會成功嘛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現在 注意件事情 我們想要求的是最小值啦 所以我們就把那個正負號調換變這個式子 好 注意件事情 我們 條件 條件是α乘以y等於0嘛 對不對 除了這個條件以外 又多了一個條件 因為β一定要大於0 β一定要大於0 這是我們一開始的條件嘛 對不對 那β又等於c-α 所以說α可不可以超過c α不能超過c喔 α如果超過c β就是個複數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條件 換成 我們的式子改成 這樣我要最小化他 並且我除了 α乘以y等於0之外 我的條件本來只有α大的0 現在變成給α一個上限 他的上限是c c是我射出來的 這樣可以接受吧 他的上限是c 如果他沒有超過c的話 那我就可以接受 你現在看著這個問題 你發現了原來軟邊界跟硬邊界 他的球解釋 隊友問題狀況下的球解釋 是完全一樣的 這樣可以吧 那只差再多了這個條件 那這個條件 等一下我們再把它藏進去 我要先帶大家理解這個式子 這個式子暗示著我們 如果我們的c射得非常非常大 還記不記得c是什麼 c是cost 對不對 來我們再看一下c是什麼東西 因為你們常常會忘記啦 c在這裡對不對 c在這裡對不對 這個c很大代表什麼 我非常重視他 我不希望 有任何代價被違反 任何樣本被違反 c如果很大代表這個意思 對不對 我不希望任何樣本被違反 那你發現了什麼 原來你只是給α加了一個上限 所以當你c射得很大很大的時候 α是不是也可以很大很大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代表我可以非常看重某幾個支持向量 那如果c射得很小的時候 α是不是就不能太大 α不能太大代表是 有一些支持向量 即使他很重要 我也只能夠給他一個很低的權重 你們這樣有理解這個式子 給c c給他一個上限 他在數學上的意義嗎 我本來可以不斷的強調 最重要的點在哪裡 這些點絕對不能被違反 所以請用他畫線 現在 我給了他一個上限 他權重最大就到多少 他不能超過多少 這樣可以了嗎 所以搞了半天 我們現在把這個式子換成二次規劃式 我們換成二次規劃式之後 你會發現上面是完全一樣的 這個我們不動了對不對 下面我們多了一個條件 我們本來是把 來看著我們本來是 Y1 Y2 Y3 Y4 他乘上 他乘上這個 α1 α2 α3 α4 他要大一點點0 這是第一個 這是這個colon 跟這個roll給我的條件對吧 然後接著 1 乘上α1 他要大一點點0 1乘上α2 他要大一點點0 對吧 好 所以說 這一串就是 α必須大於等於0的部分 對不對 可以接受吧 那我們再來啊 來 -1乘上α 他要大於等於-c 那就相當於給他 他有一個上邊界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雖然我看起來條件就多了一些 可是我其實可以把它 藏在我的二次規劃 的方程式裡面 藏在我的A矩陣 跟我的B0矩陣 B0向量裡面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知道我怎麼藏的了嗎 我怎麼去藏那個條件的 所以我在求這一個 其實 軟邊界支持相當機 比起硬邊界支持相當機 其實就只差了這個部分 跟-c的部分 這樣可以接受吧 欸你有沒有覺得推導很神奇 你有沒有覺得推導非常神奇啊 好那我們現在要 要求解了 要求解了 來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 好一樣 來 我們現在必須要給cost啦 cost必須定出來了 來我們給cost 好給cost cost等於1 我是隨便亂射的 好不好 因為我現在的問題可以完美分割嘛 所以說cost等於多少 一樣來 來我們把它合併起來了之後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A長得怎麼樣子 A非常的長喔 欸 喔 因為我用了很多樣本啊 好不好 我用了很多樣本 好 我們cost等於1的時候 我們來 我A用了很多樣本啊 所以我們A的dimension是多少 我們來看一下 100乘以201 為什麼要100乘以201 來看一下 A的形狀一定是 這個4乘上 4乘2加1 對不對 加1在這裡 所以我的樣本如果是100個 就是100乘上 100乘2加1 這樣可以 因為我有兩個條件 兩個條件加上一個 overall條件 好 所以我的A矩陣 長成 剛剛那個樣子囉 那我的D矩陣呢 我D矩陣就100乘以100 這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好 我現在要來求解啦 好求解 我求出來這是什麼 這是Lagrand的乘數對不對 你有發現有好多都是1啊 我好多都是1對不對 1代表什麼意思 α等於1代表什麼意思 α等於1代表β等於0對不對 β等於0代表什麼意思 回頭看這裡 β等於0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這個代價可以很大 代表他有代價 有違反 α等於1代表β等於0代表他有違反 有違反我可不可以用他來畫線 不可以 所以你注意到了 那α 有一些α 他 他這樣子就相當於是等於0 就是有一個很小的數字 因為我有個small value 那這些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他被完美分割了 我不要用他畫線 所以我能夠用他畫線的點 剩下哪些 大於0 但是 小於C 的那些點 這樣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我要先找出 大於0 大於small value 並且小於C的那些點 注意件事情喔 這些 我今天在做 在find coefficient的時候 我在做的任何事情 都跟我的原事是有關的 為什麼我要找 小於C的點 因為 等於C的那些點 就代表他違反 違反了我還用他畫線幹嘛 這樣通過的意思吧 好 我們現在來全部解出來 好你看到他畫線長這樣 對不對 他畫線長這樣 好我們現在故意做一件事情 你發現現在是不是有個參數可以調了 上個禮拜我們教的支持相機是沒有參數可以調的喔 現在我多了一個參數可以調對不對 好我把 1改0.1 我再做一次我們看一下 你發現了 線是不是分在不一樣的地方 好 那我把0.1改成10 10不行喔 5看一下 欸 這麼不給面子阿 好啊 用用用 1 那0.5勒我看一下0.5 你看他是不是割起來不一樣 0.2 好故意給一個很小很小的cost 好了 這個cost可能還不能太小 不然跟small value會太接近 好 0.01 好你有沒有發現就是 他這一個cost 我透過改變這個cost 這個cost意義你要了解喔 cost意義代表的是 違反完美分割所要付出的代價 這個cost 但是這個cost的改變會影響我的分類準確度對不對 所以我問你們一件事情 如果不希望 他分割的太好 這代表什麼意思 還繼續有在做非線性模型的時候 我是不是教過一個東西叫過度女和 如果希望他完美的fit 這個樣本 我的cost就要設的 稍微的大一點 因為他違反的代價會很重 如果希望他不要這麼的overfitting 有點像正則化的係數對不對 那我就設小一點 所以這個係數跟正則化係數非常接近喔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cost跟正則化係數是很像的喔 你們要記住這一點喔 雖然推倒的過程完全不一樣了 但是他跟正則化係數是很像的 好我們繼續來看一下 我們繼續來看一下我們 好我們這邊就是練習調整超算數啦 那練習調整超算數 我不會虐待你們使用我剛剛 求解出來的這個東西啦 我希望你們使用 我希望你們使用 這一個 就是這個 就是SVN這一個函數 但是你現在已經非常清楚cost的意思囉 所以請你找一個cost 讓 找一個cost讓這個就是 讓這個預測的最準 好不好 讓你調一下超算數 那我們現在給大家練習一下 好螢幕都回來了嘛 這個我想就是這一題啊 這只是給大家了解一下cost這個參數的意義 然後這個要調參數這件事情啊 理論上應該已經非常熟悉了 就是其實就非常簡單嘛 我們把result存下來 然後我們在validationset上面 去看validation的AUC 他在不同的參數條件之下 他的這個result是多少 沒有ROC這個參數啊 那我們就來PRC一下 好我們發現 最好的結果應該cost是1的時候好像 結果稍微好一點吧 cost是1的時候答案稍微好一點 所以我們用cost是1的話 來做這個model大概是不會有問題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喔 好那我要跟大家講 那我們把這個就是 我們覺得這個結果沒有差很多 主要原因是因為他畢竟 現在就是一個線性分類器 他並不是一個非線性分類器喔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這個就是剛剛我們在求解的時候 他線其實 左右偏移量很有線 對吧 所以說其實就是 他結果差不了多少是正常 好那畫ROC客服我們就不畫給大家看了 好不好 好 我們今天講了半天 我們發現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從上一節課到這一節課講了半天 我們發現我們還在講線性問題啊 對不對 好我們現在要進入非線性問題 好支持相當機把數學搞這麼複雜 他所得到的好處 要在非線性問題的時候才會實現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我們本來要求的 我們本來要求的 結構化 欸 支持相當機 是 這個 它的圓式 最開始的那個式子 也就是這個式子 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式子 我們當初在求這個式子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直接把W就求出來了 W跟B就求出來了 對吧 可以吧可以接受 我們之前就直接把W跟B就求出來了 那 它必須 那它在最小化的時候 它是必須最小化 W乘以W 那W的 W向量總共有多長 就是 根據它的 變數數目有多少 我們就樣本數有多長 可以知道我的意思嗎 就是如果今天我的Sample 只有兩個Parameter 那它就是 這個就是 這個W的長度就是2 在線性的時候就是2 那如果我們想要擴增它的維度 可不可以 可以嘛 我們就先 增加一個平方向 那再增加一個Log向 再增加一個什麼向 那這W的數目是不是就會變多 W系數的 這個就是 它的 這個東西是不是會變多 可以理解我的意思齁 好可是當我把這個式子 轉成對偶問題之後 你發現這個東西的維度 變得跟什麼有關 跟樣本數有關 對不對 這個東西是跟樣本數的關 來注意一下 我們剛才做這個問題的時候 這個是不是 樣本數乘以樣本數的大小 它本來 B 它本來B 是 係數的數目 變成了樣本的數目 那在樣本數 小於 係數的時候 樣本數小於係數的 數目的時候 是不是 我用這個方法求解 用對我問題求解 它的效果就比較好 可以了解我意思 我再講一次 就是 我們 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 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 在求對我問題的時候 我們使用的矩陣 是N乘以N N是樣本數 如果我們求的是原始問題 我們求的是M乘以N M是特徵數 那我要問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 以往我們在做特徵工程的時候 我們如果要做非線性 的求解 我們是怎麼做的 我們如果還想用線性分類器 我們就是手動做特徵工程 對吧 自己幫他加上平方向 加上相成像 去執行 那如果我們不像 那個多層感知機 就是人工神經網路 我們不想 自己去做特徵工程 那我們就是請他做 我們設計了N個隱藏層 讓他自動做特徵工程 對吧 那隱藏層數目當然也是有限的 那不管怎麼樣 那個數目如果越大 我們運算就越久 對不對 但是你發現 當你把 支持向量機 充 原始問題感 對有問題之後 你發現他的時間長短 似乎跟特徵 特徵的數目無關 所以我們現在有瘋狂的想法 我想要作用特徵工程 創造無限多個變相 你注意我要講什麼話 我要創造無限多個特徵 然後讓他來做 分割 你們聽懂 這句話有多麼不可思議嗎 以前我們在做 特徵工程的時候 我們本來有兩個變相 你厲害你可以搞出500個變相 我現在要告訴你們 是我要搞出無限多個變相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無限你聽起來很不可思議啊 怎麼可能搞出無限 應該說無限是沒辦法解的啦 你可以想像原來 W有無限多個係數嗎 無限你怎麼寫得完啊 我現在跟你們講 無限是真的無限喔 不是一個很大的數字喔 所以我等一下真的要做無限這件事情 這個就是 知識相像機厲害的地方 只有他有辦法做無限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我們現在來看一下他怎麼做 所以 為什麼我們最開始 學知識相像機的時候 我是不是教大家這個圖 這個圖的意思是什麼 我們知識相像機是希望 將一個低微空間的數據 把它轉換到高微空間 有多高微呢 無限 誇張吧 你們聽起來是不是覺得很不可思議 可是現在我們似乎只有一步之遙啦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真的已經 我們已經求到隊友問題啦 那我們求到隊友問題之後 我們發現 現在真的我們在求解的時候 好像 已經跟W 無關啊 我們只在求每一個 係數的Lagran和常數 Lagran的乘數 那 我們求Lagran的乘數 這跟樣本量有關 跟 這個 跟這個 Parameter的數目就無關了嘛 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要怎麼求 無限這件事情好不好 在最開始我們先不要講無限這麼誇張啦 好不好 我們先 妥善的了解一下 也就是說 我們要怎麼樣去把 我們如果 做什麼事情 就相當做特徵工程 好不好 好我們現在來看喔 來 現在我們有兩個矩陣 你現在看兩個矩陣喔 一個矩陣是 來現在 x1 x2 y 這個是我們原始的那個 那個點嘛對不對 好 這個x矩陣 跟z矩陣 來 x矩陣長的這個樣子 z矩陣長的這個樣子 這個x矩陣很簡單 他就只是把 x1 x2放進去嘛 z矩陣是什麼呢 z矩陣是 我手動幫他做特徵工程 我做什麼特徵工程 x1 x2 x1平方 x1 x2 x2 x1 x2 x1 x2平方 所以這是我手動做特徵工程喔 好那你仔細看一下 我們前面這個 我們在求解這個式子的時候 我們需要做什麼 我們這邊有個低矩陣要求對不對 低矩陣是什麼 yyt乘上xxt 可以接受吧 這是我們要求的東西喔 好我們現在做一個實驗 那我們現在 剛剛這個x矩陣就是我們的z矩陣嘛對不對 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y乘上yt 再乘上z乘上zt 這是不是 先做特徵工程 再做內積 我們把這樣的一個矩陣成法叫內積 可以接受吧 好我們發現 DMatri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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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數字是 長成這個樣子 這個是做完特徵工程之後 在內積的結果 這樣可以接受吧 做完特徵工程之後 在內積的結果 那你現在注意件事情喔 我如果把z換成x 這個當然結果是不一樣的啊 你先做完特徵工程在內積 和先不做特徵工程就內積 那結果當然是不一樣的 這樣可以了解吧 可是神奇的事是這樣子喔 來看著 我現在啊 先把x矩陣先內積起來 先沉起來 變成了x. 這個x. 我直接放在這裡 得出來的答案就是剛剛那一坨啦 這樣可以接受吧 你看看我做了什麼 看著我做什麼 我現在把y乘上ty 這個完全一樣喔 我本來是直接乘上x. 對不對 我現在變成乘上x.加上x.的平方 x.的平方長什麼樣子 長這個樣子 x.長什麼樣子 我現在要給你們看喔 我現在要給你們看喔 你看到Dmatrix2長什麼樣子了吧 Dmatrix2是不是跟Dmatrix1完全一樣 那我現在告訴你們我在做什麼好了 我在證明什麼事情 我在證明說 你先做特徵工程 然後再去做內積 得到的矩陣 和你先做內積 然後再經過一個特別的轉換 之後再得到的矩陣 那答案會完全一樣 這樣可以吧 答案完全一樣 這個Dmatrix 是一個關鍵喔 這個Dmatrix就是前面的這一坨 就是前面的這一坨 對不對 Dmatrix 因為你有沒有注意到 你看喔 Beta B向量 就是拉格朗誕乘數嘛 對不對 Dmatrix是一個關鍵對吧 難注意喔 這是一堆常數嗎 這個好像都不重要耶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樣本的資訊 百分之百藏在Dmatrix裡面 其他矩陣都沒有變化 其他矩陣都只是條件喔 對不對 所以整個樣本的資訊 都藏在Dmatrix裡面 對不對 所以我問你一件事情 你先做 特徵工程 再內積 和先內積 再做一個特殊的轉換 如果你們得到的是一樣的Dmatrix 那你在求解的時候 你分得出來 是哪一個步驟嗎 你分不出來對不對 對不對 好 我們把這個操作 我們把這個操作 這個先內積之後 再做一些特殊的轉換 這個操作叫做核函數 核函數 核函數就是支持相機 在非線性化的重要的工夫 為什麼 因為 內積完之後 我們再做一些特殊的操作 它總是能夠對應到 先做某些特殊工程 然後再內積 對不對 你注意一件事 這個東西 它今天 自己加上自己的平方 等於就等於 這一種特殊工程的方法 完全等於喔 數學上完全等於 那所以說 如果我可以發明出一個 核函數 它對應到 原始特殊工程的 無限多 微的擴展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做出 無限多微的特殊工程 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這樣應該可以吧 原始特殊工程的 無限多微的特殊工程 這非常誇張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一個 我們怎麼用 我們現在 給大家一個 這個很明顯 用圓可以把它割開 對不對 所以我們故意用這個Sample 給大家看 來 那我為什麼要用圓 因為圓剛好就是 剛剛我們學到的那個 科諾方訊 剛剛學到那個科諾方訊 二次四 二次四 就可以把圓把它割開了 對吧 來試一下 好 好這一個 這是原始的 函數碼對不對 好我要用這一組 X1 X2 跟Y 來求 那個 來求這個 就是 分割邊界囉 好看著喔 好來 首先 我們要先 維度擴增 在內基 我們現在先用傳統的方法 好不好 傳統的方法大家不要看得懂 對不對 來 先得到Z矩正 這個Z矩正 是不是就是剛剛我說的那個東西 先 特徵工程 的那個矩正 先特徵工程的矩正喔 好 我們先特徵工程的矩正 那我就得到了一組 Z dot Z dot 就是直接對Z去做內基嘛 對不對 直接對Z去做內基 得到的Matrix 就是Y乘上TY 再乘上Z dot 這沒有做核函數處理嘛 對不對 因為我已經做了特徵工程了 我當然不用做核函數的處理啊 可以接受 好 好 我們看一下我們得到答案 這個是什麼 拉格朗的乘數對不對 這是每個點拉格朗的乘數嘛 好 每個點拉格朗的乘數我要怎麼換成 我要怎麼換 我再我比較一下 我把Z dot 換成X dot 加上X dot的平方 那我得到的答案 理所應當會一模一樣 對不對 理所應當一模一樣 為什麼 因為D D Matrix是一樣的東西啊 這樣可以了解吧 所以我現在用這一組 他們兩個求解過程 解到了同樣的拉格朗的乘數 有拉格朗的乘數之後 我可以做什麼 我去把係數解出來嘛 可以接受吧 我去把係數解出來 好 來 來 解係數 看著有什麼解係數喔 來 解係數的時候我用的是 A A是什麼 拉格朗的乘數對不對 Y 跟Z 注意我先用Z來求解喔 我先用Z來求解喔 因為Z 是比較符合我們直覺的啦 這個X 它只有兩維啊 它怎麼有 它怎麼搞出一個圓啊 所以它一定是先做特徵工程的那個 的那個係數嘛 對不對 來看著 我們這樣做出來之後 我們得到係數長這個樣子 這個是Z Z舉證 你先做特徵工程 再做現金分割 的 係數 這樣可以吧 我們把這組係數 試著畫圖畫一下 你會發現 它確實是可以完美分割 這樣可以齁 好下一步 我們關鍵要來了 各位優秀同學 我們關鍵要來了 我們X只有兩維啊 我們X只有兩維 我們怎麼可能算得出它的係數啊 對不對 而且我問你們一件事情 如果我們今天 每一次要得到答案之前 我們都要先求係數 我們都要把拉格朗的乘數 再轉成係數 那我要怎麼無限多箱 我沒有辦法無限多箱 對不對 你們聽得懂我的意思吧 無限多 我不可能有 我的W長度不可能是無限啊 那我今天 我剛剛已經不斷的強調 我今天講無限真的就是無限啊 不是一個很大的數字而已啊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要怎麼做啊 所以我們又要求解了 我們來怎麼求解來 來看著 我們現在有一個 我們原始我們在算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都要利用這個條件 把W給算出來 那你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在求的時候 跟這個X是有關的 我們本來不是已經想辦法忽略X了嗎 因為我們發現X我們要先做 我們不想要先做特徵工程嘛 我們想要先內積再求 再用核函數去處理它 所以如果我們要求答案的時候 我們要用到原始的X 那這樣子我就 失去核函數的意義了 所以我們希望把這個條件 把它做某一種程度的改變 我們要讓X消失 我們怎麼讓X消失呢 來看著 這個我這邊問題問得很好啦 如果我已經找到一個確定的額度 維度擴增方式 那我就先維度擴增就好啦 那我幹嘛還要用核函數這麼麻煩 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必須找到一種方法 讓我們不求W跟B 但是能求出距離 這個神奇了吧 但你們知道知識相機難在哪裡了吧 也就是說它是不是完全違背了我們的嘗試 我們原本要求出一個 我們有一個給你一個新的點 你要求出它的Decision Value 你一定就是把那個點 比如說 Beta0加上Beta1乘X1 加Beta2乘X2加Beta3乘X3 那我要知道Beta0,Beta1,Beta2這些係數嘛 這樣才有辦法去求 你現在發現我們 我們沒有辦法求出Beta0,Beta1,Beta2 那我們要怎麼求出它新的點呢 來看著我們怎麼解啊 來 這是我們的原始求解釋對不對 那我們要怎麼解出W跟B 我們for all support vector α i要大於0的這些 這個解釋 for all support vectors w等於α乘上y等於x b就等於這個樣子 那for new sample 他就是w乘上h h是一個new sample h是一個new sample的prime 各個x的這個數值嘛對不對 再乘上b加上b等於y 那y如果是大於1的話 你可以用0來判斷了 那大於1的話代表是左邊 右邊嘛 那大於小1就代表是左邊嘛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樣把 w跟b給它消掉咧 如果我們可以消掉w跟b 那我們是不是就可以 我們丟給你一個新的sample 我們就不需要先去把係數求出來 好我們看著啊 我們把這樣的一個式子換成矩陣式 注意換成矩陣式是非常重要的喔 因為矩陣式可以幫助我們把核函數給放進去 我們的核函數是先做矩陣運算 再進行核函數的操作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啊 好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換成矩陣式之後 α乘上YT乘上XXT 再乘上αT 這個大概也不會那麼難啊 這個就是剛剛那個二次規劃的時候 我們用的那個式子啊 可以接受吧 好那這個條件是不用改的 這個條件不用改 好 我們來看一下 W 就變成了 我們可以打X跟T α乘上Y之後 α先乘上Y 再和X做內積 這是W的算法 對不對 α乘上Y之後 再跟X做內積 注意這個符號是按元素相乘 那沒有按元素相乘的符號的時候 我們用的就是內積矩陣乘法 所以 for all support vectors W就等於 α先按元素相乘Y 轉置之後再乘上X矩陣 這樣可以吧 那B呢 for all support vectors 1分之1 乘上α小於C α小於C 這就是有些 α如果小於C的才能夠算結局啊 為什麼α要小於C 再說一次 因為α等於C的時候 β就等於0 β等於0代表違反 所以不能用 所以只能夠用 α小於C的部分 乘上Y 欸這個部分有點複雜對不對 來看著 Y-XXT 再乘上α乘於Y 來 來 這個 你注意一件事情 因為它要乘上W對不對 W這個都很討厭 可是W我們剛剛已經算出來了 長成這個樣子 所以這是W 那W乘上H 那就是剛剛的X 再乘上 這一串是W 這一串是W喔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所以說BETA 對β來講它就是Y-W乘上X 它就長成這個樣子 好 所以 W跟B 如果你可以 求出這兩個式子 你就會發現 for a new sample 那它本來是需要用到W跟B的嘛 那我們可以把W換成這一串啊 那是不是長成這樣 那 可以把B換成這一大串啊 那是不是長成這樣 你發現了一件什麼事情 我 從這裡 我如果求得出這個結果 這個結果不難求嘛 我們可以求出很多拉格朗長成數嘛 我求出這個結果之後 我 如果要求一個new sample 我其實不用求出W跟 B啊對不對 那我不用不求出W跟B 我的關係室裡面我用了什麼東西 我用了很多X跟Y對吧 這個X是 尚未特徵工程的X喔 對吧 我這個X跟Y 啊我用的是什麼X跟Y 它上面是不是有條件 for all sample vector 所以你發現一個新的點 你要去計算它的Y-Hart多少的時候 我的關係室裡面 居然是用它跟其他點的關係 來計算出來的 而哪些點是 我有應用到的咧 for all support vectors 所以你們有沒有又更了解 喔靠原來它叫知識像機是有原因的啊 support vector machine 它在計算過程中完全沒有用到 係數 它直接它用的就是 新的點 跟每一個support vector 的距離 的關聯性 然後去求出答案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如果你解到這裡 都不錯的話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如果我們要進行核函數的操作的時候 我們在這裡的時候 我們在這裡的時候 注意我們在看這裡 我們在做這裡的時候 我們要進行核函數的操作 我們是不是對這個東西進行核函數操作 可以接受吧 所以我們 這個是 有核函數版的支持相當機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是有核函數版的支持相當機 那for new sample呢 那就是 我h在乘上xt的時候 我要先做一個核函數 所有 x跟x有關的內積項 其實就是這兩個地方嘛 我要加上核函數的操作 那所以 對最終的 就是最終的這個 就是我們最終可以整理出一個這個式 我不知道到這裡為止 你們有沒有覺得 這個式子 勉強可以看得懂 我希望你們勉強可以看得懂 你們應該會發現一件事情 這個 你們最後 我們 這個 支持相機的完全體 他實在是太誇張了 如果我一開始教你們這個式子 你們絕對不可能吸收這個東西的嘛 對不對 好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就是完整版的support vector machine 我們搞了半天 我們最後發現 我們得到的式子 這個原來完全可以不求出係數 我們就直接用所有的support vector 跟我們的這個 這個 新的點的關係 那我們核函數可以先內積再做核函數 好我們把完整的語法寫下來 完整的語法在這裡 來 首先你要先 get support vector 得到get support vector之後 你要看到 我的kernal function 我的kernal function已經固定了 就是 自己加上自己的平方 這就是我的kernal function 所以我們來把完整版的語法寫下來 我們先來看一下 好對於一個 對於一個新的 對於一個這個 x x來講 x就是 直接把x1 x2 把他合併起來 我沒有 先做特徵工程喔 我沒有先做特徵工程 然後我先做 x. 然後我x. 經過kernal function之後 產生D matrix 對不對 然後我一路往下 求得 Lagrand的乘數 這個東西是我的Lagrand的乘數 好 接著 我去詢問哪些地方是我的support vector 這是我的support vector的position 我得到support vector的position以後 我把 support vector的alpha support vector的y support vector的x 這是我等一下要計算的時候 我只要用到他們 這三組數據可以幫助我們 得到我們新的點的距離值 這樣可以吧 看著喔 現在假設我有個新的點 假設我有兩個新的點 一個點是02 02在哪裡 02 在上面 他應該是個藍點 對不對 再來 13 13在哪裡 他又是個藍點 這樣不好 討厭 我不喜歡 那我們就來 一樣02 0 0 0 我看 我就來00好了 20 這樣子的話 不要0 0.2 這樣看起來比較好 這個new x 這個new x 對於這個點來說 他一定是藍色的 對不對 對於這個點來說 他一定是紅色的 對不對 他大概是這附近 他應該是個紅色的點 對不對 好 我們來 來看我怎麼做的喔 new h 先 跟 support vector的x 把它做內積 內積 內積完之後過 kernal function 內積完之後先過 kernal function 再乘上 在乘上 在乘上 support vector的alpha 乘上 support vector的y 在這裡 對不對 再加上 再加上 as numeric support vector的alpha 小於cost 這裡你會看到 他有一些是小於的 有些是大於的 對不對 再乘上 y 減掉 support vector的y 減掉 x先乘上x 來x 的內積 再過何函數 在這裡對不對 x的內積 x的內積 再過何函數 這樣可以接受吧 然後 然後 再乘上 alpha乘以y 乘上 support vector的alpha 乘上support vector的y 除以n 我要算答案喔 看到了吧 一正一負 正的代表他是藍點 負的代表他是紅點 這樣可以吧 好 如果你完全了解這個式子的話 我們就要考你這個式子 下面我已經寫完了 你要先得到 support vector的alpha support vector的y support vector的x 以後 你用套件 好像可以算出那些東西耶 對不對 套件好像可以算出那些東西不是嗎 來看著喔 來 那我要跟你們講的是說 這個 kernel剛剛都是linear 剛剛的參數都是linear 現在我改成poninom 這是多邊形的意思 它的 degree2 就代表 它是 x加上 x平方 它的kernel function就是我剛剛設的那個 這樣可以吧 好 那 得到support vector之後 我們把它plot出來 你發現它是可以 啄分類 對不對 好 來 這裡面 是不是有 這裡面 是不是有 這個 這裡面 如果你直接有個新的x 你new x 你把它做運算的時候 你得到 是不是5.4 跟15.98 這是不是跟我們剛剛得到的答案非常像 這樣可以嗎 剛剛我把這個數字換掉了 好 你會說數字不太一樣啊 數字不太一樣很正常 有 很接近但是不太一樣對不對 正正常啊 因為 我現在是用套件算出來的 我要把 剛剛他用套件算出來的support vector 來 注意 你需要拿到哪三個參數 support vector的 alpha support vector的y support vector的x 它在哪裡呢 來 sv support vector的x 對不對 support vector的alpha呢 它的alpha在哪裡啊 coefficient 這是它的alpha 這是它support vector的alpha嘛 對不對 那support vector的y呢 support vectory在哪裡 偷看一下答案 support vectory 是sv support vectory就是正負號而已嘛 就是正負號而已 所以說 如果得到了support vectoralpha 它這邊是不是有正負號 負的就代表是 負的就代表是 這個 就是反向 反向的這個點嘛 然後正的就代表是正向的點嘛 所以這個coefficient是 來我們查一下這個model 來我們查一下這個model 這個coefficient 它是 它是 support 就是它是 咦 這support 咦 coefficient 它的coefficient 是 這個 那個 呃 這段語法 因為你已經可以 你得到這三個 你得到這三個 數值之後 你用下面的算 如果你覺得這樣很困難 那你可以看答案 我希望你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好不好 那這個 關鍵是 你要先寫出正確的核函數 正確核函數 degrees的平方 degrees 四方 那 γ我這邊其實都有設喔 γ等於1 這個 coefficient 0等於0 然後degrees 等於2 所以說 你就必須 U跟V就是那個 U就是你的信仰本 然後V就是你的support vector 所以你的 這個 這個 你的這個 cernal function 就要改成 γ乘上X 加 coefficient0 然後degrees 次方 這樣是我們的cernal function 你有了 新的cernal function之後 你 你可以透過這種方式 你把 support vector的alpha 你可以透過 把 support vector的alpha 乘以y 求出來 然後svx 求出來 b求出來 然後 就是 你可以把 alpha y跟 alpha y也先求出來 然後去買b 買b 這個 買b是我的 就是我求出來的b 那買b跟我的b 答案是一樣的喔 我的b是那個 support vector machine 這個套件 直接給出的 結局像嘛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 我們 new h 進來之後 我們就是 new h 乘上 support vector x 然後 過 kernal function之後 再乘上 support vector的alpha 乘以y 再加b 如果你懶得算b b b剛剛很複雜嘛 懶得算b 用這樣最快 你得到y heart 就會是標準答案 這樣可以了解吧 所以 你知道一件什麼事情嗎 就是 你們如果有一個新的樣本進來 當然啦 你在r裡面 你可以很方便的 使用predict這個函數 就可以得到答案了對不對 如果你用的是r 你用r做support vector machine 然後你用r做predict 你很方便的可以得到答案 可是如果你今天 你在一家公司上班 這家公司 在training的時候是用r 在用 預測的時候 用的是 可能是用其他語言 那你就不能用predict這麼方便的函數了對不對 你就要知道 你就必須寫成這個樣子 那他才有辦法用 你說難也沒有很難啊 說難也沒有很難嘛對不對 但是要完全了解不容易啊 那 我這裡解出的範例 當然這是很簡單的啦好不好 好 那我們 非常了解以後 我現在要給大家一個加分的機會 一樣的大學生優先了好不好 大學生總成績1分 來你看我要做什麼事情啊 好 來這個就是 這個我們剛剛在做support vector machine的時候 注意一下我在做什麼 Horinormal 這個degree如果是2的時候 玩rock 他是不是可以完美分割 他可以完美分割嘛對不對 如果把degree給人3的時候 他是不是不能完美分割 他是不是不能完美分割 我把3給人4的時候 他又可以完美分割對不對 好大學生優先 告訴我原因 有人要舉手嗎 為什麼2跟4可以 偶數相可以 極數相不行 哎呀 教學這麼失敗啊 我來 我們來看 有沒有 比較害羞的人要講話好了 陳田韻你要不要講講話 為什麼為什麼 你會不會給出一個答案 不知道 這個 那我們還有誰 黃師傅 要不要講講話 你講的有點接近答案喔 來來來你再講一次 原是二次方 所以四次方當然包含二次方 好來 我覺得 黃師傅那個把 那個江景 江景總不見了 等一下 後來你跟他講一下好不好 那個 我覺得值得加一分 來我跟你們講為什麼好了 你們還記不記得 這個kernal function在做什麼的 kernal function 就對應著 原來的 某一種特徵工程嘛 對不對 聽得懂我的意思吧 你在做kernal function的時候 你可以亂搞 但是你的亂搞一定對應著 原始的一個特徵工程的方式 那 原我要怎麼完美分割 我需要二次 二次方才有辦法完美分割嘛 所以我的kernal function 一定要相對應一個 我的kernal function 如果相對應原始的一個 二次方的特徵工程 那我就可以完美分割 那如果我的kernal function不能 對應回去一個有二次方向的 這個特徵工程 那他就沒辦法完美分割 有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 就support vector machine來講 就support vector machine來講 這個 核函數 你要選擇什麼核函數 是重要的 除非等一下用我們教那個 無限多項 我們現在這個 他還是有限多項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好 我們現在要來 用核函數擴展至超高尾空間 好 那我們發現 其實你 我們現在仔細看一下核函數好不好 這個 你發現核函數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東西啊 對不對 其實我真的是可以亂搞 所以我可以亂搞是我可以搞得非常誇張啊 就是 我怎麼樣操作都可以啊 因為 我對這個X 我不管怎麼做怎麼做 他就是會對應回去一個 一個某種特徵工程的方式嘛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是可以亂搞的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可以最怎麼亂搞 怎麼樣無限 好無限啊 我們要用到這一個 Kernel Function Radio Basis Kernel Function 這Radio Basis Kernel Function 他長成這個樣子 有點複雜對不對 好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他有個Exponential 他有一個這個 這個就是 自然指數 自然指數 對吧 自然指數 自然指數是不是個無窮極數啊 好像是耶 自然指數 自然指數是不是個無窮極數啊 自然指數是個無窮極數 所以說 如果我用到 我的Kernel Function裡面 用到了自然指數 那我自然指數就相當於是某一種無窮極數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那是不是我就相當於做了一個 無窮 無窮為的這個 這個就是 那個資料 那個資料特徵工程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注意一件事情喔 這件事很重要 就是我的Kernel Function可以亂搞 我可以使用無窮極數在我的Kernel Function裡面 那這樣子 我們就相當於是一個 就是非常的這個 非常誇張的一個 就是 就是 特徵工程 但是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喔 乍看之下是無限多維 可是如果 你有沒有發現 來來來來這個是 來這個 0的驚嘆號是多少 1嘛 所以自然數是多少 1分之1 這是1嘛 加上 1分之1 加上 2分之1 加上 6分之1 加上 24分之1 他後面幾項衰減的 是不是非常非常快 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後面幾項衰減的非常快喔 所以說啊 如果你 如果你的這個 Gamma 射的不是很大的話 你的Gamma射的不是很大 後面幾項就幾乎是0的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如果你的Gamma射的非常非常大 那就真的是無限多維了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等一下我們來做實驗 反正我們有套件嘛 對不對 我們來看看Gamma射的超大會發生的事好了 真正的無限多維到底長成什麼樣子 我們是不是非常好奇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但你現在要知道一件事情喔 這個 這個 就是 我們所有的數學過程 你應該 就算你沒有完全了解 你多少聽得懂一點吧 你知道這個Gamma是什麼意思了吧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 這個 就是我們這個學期幾乎所有課的教學 推導的過程 你也許都聽得不是很懂 但是我們最後總是會 organize 出一個超參數 那這個超參數的意思你要非常清楚啊 就是 它射大射小是什麼意思 這個Gamma就是 你射的越大 那它就是擴展到越多維 你射的一個超大的數字就是無限多維 這樣可以吧 好 那無限多維你要非常小心啊 這跟 多隱藏層的神經元一樣 多層感知技一樣啊 你射的超大 那你就要小心過度擬核嘛 對不對 所以你要小心 你不能夠使用 這個你不能夠使用太誇張的數 好我們故意把參數Gamma 這個C都射的超大 C為什麼要射的超大 因為你C如果射的不夠大 他就覺得沒有必要每一個點都分割的很好 所以你現在C現在射的超大 然後你再給他一個超大的Gamma 我們來看看真正的無限多維中 我們會分割出什麼樣的怪物 好來看一下 好注意我們這邊在做什麼 我們的Kernal Function使用Radio Basis Kernal Function Gamma射1000 Cost射10萬 我們來把它Plot出來看看 這是用那個 這個多項式的Kernal Function做的嘛 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到了 什麼 這是什麼 他可不可以完美分割 他可不可以完美分割 他可以完美分割對不對 可是出現了什麼問題 他只有在Support Vector的周圍 他會認為那是 1 那是-1 剩下都是 正1 這樣可以了解吧 我把Gamma射小一點 同樣Cost還是很大 因為這一題本來就可以完美分割了吧 對不對 射小一點 射個 100 再做一次 看到了吧 變大了對不對 再小一點 5 看到了他是不是又變更大了 10 20 好知道怎麼變化了吧 這樣你知道Gamma到底是什麼意義了吧 我們從數學上理解剛剛那個Gamma是什麼意義 維度擴展的多高嘛對不對 維度擴展很高很高的時候到低維空間暗示的是什麼 因為在高維空間那個維度實在是太高了 所以他隨便切一條線 他對應到的原始空間 那都是一個非常小的區域啊 這樣懂我意思嗎 因為維度實在是太高了 你要想想看你現在是一個二維的生物 你現在是一個二維的生物 我創造了三維空間出來之後 你在玉山的山頂跟玉山的三角 他投影在平面上面是不是非常非常接近 那你用第三維來分割的時候 他們其實差距不大 對吧 他們在二維空間的時候差距不大 所以說高維空間是一個很好 好東西也是一個快東西 我們要小心的使用它 Gamma設的超大的時候 我們相當於只去認 他在數學上相當於我們只去認說 你是不是非常接近 那一些當初他是negative的點 這樣懂我意思吧 注意件事情喔 我們的support vector machine 在一輪的推導之後 我們發現帶著kernel function的support vector machine 他其實並不是在算 他其實並不是 求出一個係數在算答案 他其實是在利用自己跟其他support vector的關係 去求解 對吧 那如果你的Gamma設的很大的時候 他是 到一個超高維空間去 在這個超高維空間中 你要跟原來的那些support vector 要足夠近 那是很難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Gamma設的很大很大的時候 你的 你現在你丟個新樣本進去 其實就是在考驗他到底有多近 他到底有離原始樣本有多近 在很高維空間中原始數據只要有一點點小小的偏差 他到高維空間就離得超遠 這樣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這就是我們對support vector machine的全局理解 當然你如果不想要理解這麼多 你只想要把它當個參數去調 那也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其實理解了這麼多 你還是在調參數 對不對 可是 我覺得有理解跟沒有理解還是有差 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個是我一系列的Gamma跟C 你看到嗎 這個是 C C等於1 G等於1 那你有沒有發現 Gamma越來越大的狀況 這個我剛剛已經demo過了 Gamma越來越大的狀況 他的這個東西就越來越小 那C的影響咧 C的影響沒有Gamma那麼劇烈 因為今天我們的樣本 是一個可完美分割的樣本 所以他影響沒有這麼劇烈 可是如果你的樣本是不可完美分割的 C的就已經 剛才展示了很多了嘛 對不對 好我們現在 現在 要做練習是啦 體驗超強的support vector machine support vector machine 有多強大家應該已經體驗到了 他在數學上真的是完美的無懈可擊啊 對不對 這是你們 整個學期裡面 學到最複雜的一個數學工具 對不對 那你們發現了 搞了半天 他其實就是 要去 就是他其實關鍵就是 Gamma 跟cost 他的調整 你要調整超參數就是調整這兩個超參數 你如果希望 離你的樣本不夠近 你就把它排除掉 那請你用個超大的Gamma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如果你認為 這個 偶爾分割錯了也沒關係 那你就用個很小 很小的cost 代價不要太大 那如果你認為 如果你認為 這兩個 就是這兩個軸 你就去調整一下 那你總是可以測試出一個 比較好的這個結果 對不對 好請你試著用 剛剛這個 這個 Radiobasis Kernel Function 然後 去做 Gamma 跟cost 調整 找出一組 最佳的超參數 可以幫助我們得到答案 好我們給大家 這個我們 看時間又快到了 我們直接帶大家做一下 然後留些時間跟你們自己操作 好不好 好我們首先就是 來這個 你會發現這個 幾乎啊這個 我們就是先把 result 這個data把它建好 建好了以後 是不是來他有不同的 不同的cost 跟不同的gamma 對不對 然後我在做 support vector machine 的時候 我就是給他不同的 第1個cost 跟第1個gamma 然後得到一個 答案之後 我用在predict上面 用在predict上面之後 我得到 把validation set的 ROC curve 的ALC 填進 結果裡面 那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個 最佳的 Arounder curve 那就是我們想要的參數組合 這樣可以吧 好那你說學會數學有什麼好處 你剛現在我們這樣 是不是所有的參數組合 我都要試 如果你稍微理解多一點的話 你就會知道cost 也許cost跟gamma 他應該要怎麼樣才會比較好 你有沒有發現 gamma是小的 代表什麼意思 他希望在低微空間做分類 可以吧 所以他有點像線性的 他們的關係偏線性 所以可以用低微空間就可以解決 他們的關係如果是很嚴格的非線性 你試出來的gamma不可能太小 那cost的大代表什麼 代表他 其實大致上是可以有完美分割的 所以你看到一組這樣的參數 給我背後的意義就是 其實這是一個簡單的任務 用線性就可以很好的做分割了 而且割得還不錯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有沒有發現數學學多了 連看著這個數字都還可以有些不同的解釋 那我們把超參數畫出來看看 這是畫超參數的樣子 其實他也沒有非常的 非線性 也沒有非常的線性 可是沒有到非常的非線性 你看這個區塊的是有LVD的 年齡大概心跳 主要就是心跳介於 100-150下之間 那如果年齡稍大的話 他心跳再更快 那他大概也會是LVD 他心臟大概也有疾病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LVD的人心臟會跳得快 心臟會跳得快 那如果年齡大了 那如果有一些跳得超級快 他可能有事有某些喊電疾病 那他年齡大了心跳會很快 那十之八九 這是一個老年疾病 你看著這個圖都可以有一些解釋 這樣可以吧 所以啊 我們的support vector machine 的教學 這個 畫在tested上面的這個結果 我們就不做了 練習4的隱身是什麼呢 是這邊有一個函數叫tune tune是什麼 微調嗎 調整那個tune bytune 那個調整 這樣可以吧 tune這個函數可以幫助我們 直接找一個range list 我們希望他找 用kernel 就是radio function 用support vector machine 找出 cost 在 2的-1次方 到2的一次方 之間 gamma在2的-1次方 到2的一次方 之間 他可以幫助我們找到 一組最佳的cost 跟gamma 這個tune這個函數 就可以讓我們 不用寫那個回圈了 但是我還是建議大家 寫回圈就好了 這是 這個練習4的隱身 好我會這樣花一些時間 給大家練習一下 但是我要跟你們講的是說 在2012年以前 support vector machine 都是學界公認 最強大的分類的算法 你學了這麼多數學 你應該感覺出 他強大在哪裡 他背後數學推理 非常的嚴謹 對不對 並且那些參數 那些超參數 他的意義 我們都是可以理解 都是可以理解的超參數 那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 這個東西比起什麼決策數 你說多幾顆樹 就可以 多幾顆樹 預測準確度就比較高 我好像講不出什麼原理 我講出的原理 只有說他分割邊界比較模糊 對不對 但是support vector machine 每個部分都 原理都非常好 所以其實 學界非常喜歡support vector machine 因為他實在是太容易把個人創意啊 什麼之類的加進去 好但是啊 2012年以後 這個 深度學習 這個統治的世界 那至少到目前為止 現在已經2021年了 對不對 最近的9年 深度學習都統治了世界 那我目前 仍然可以預期未來的5年 甚至10年 深度學習可能還是會統治這個世界 可是你們要知道一件事情 你們生涯非常的長 對不對 這個 大家要知道這個 這個 機器學習的工具啊 或是演算法 其實都是一代接著一代的 這個 可能 有 support vector machine 說不定就在2025年 說不定了 有一個很大的突破 那他的 這個 他的這個 performance又大幅度的上升 你如果 在2025年 我真的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突破了 好不好 目前看起來他沒有突破的希望 可是我要跟你們講的是 在2012年以前 深度學習看起來也沒有突破的希望 在2025年或是2030年 support vector machine 假使有非常大的突破 假使有非常大的突破 那 我要跟你們講的是 那 除非你們前面的所有基礎知識都了解 否則你們不可能跟得上那個大突破 因為你們根本就不知道那個突破到底幹嘛 你們如果連本來的誓子都寫不出來 你們根本不可能去做後面那個突破 所以我還是鼓勵你們 把support vector machine 好學 而且我要跟你們講的是 support vector machine 我們知道量子電腦快出來 對不對 如果現在所有的機器學習方法裡面 哪一個最有可能被量子電腦改變 我要告訴你們 就是support vector machine 因為量子電腦他強就強在 他的這個就是矩陣運算的部分非常的好 那 這個志向機就是最適合拿來做這種 這種事情 那其他的演算法 都有非常多的流程要走 那support vector machine 他是一瞬間就可以算出來 我要跟你們講的是 有些東西是要回圈去運行的 有些是不用的 那support vector machine是不用的 你應該看得出來 所以說他非常有可能 我真的沒有辦法預期 但他有可能在未來某一天 繼續統治世界 那我今天就交到這裡了 那我給大家一些時間去練習一下 前面練一次 你至少要知道要如何調參數 好不好